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韩等5G手机市场 靠5G晶片进军欧米市场 手机晶片大厂连发赫 市值突破9000亿台币 几下中华店成为台股市值前三大 人工薪资中位数达233.9万元 排名第三 鸿海集团旗下红准以238.8万元位居第二 IC设计厂联勇239万元拿下第一 研发人员的比较高 研发工程社的比较高 它的薪资水平就会比较高 因为研发人员基本上是薪资结构里面 比较贵的那一群人 员工薪资中位数破百万 以IC设计公司为大宗 金融业也不遑多让 票捐业划票中位数高达127.5万元 其次是合库金123.3万元 在关股行库中拔得头筹 另外张银 中信金还有上海商银 员工年薪中位数也都破百万 相较于平均薪资会受到特别高 或是低薪资影响 中位数或许比较能贴近现实状况 三绿新闻 各位宣伟雅婷台北报道